他没有中国国旗呢 你得有中国国旗 自己爱国之心没有 你祖国那么强大 生活在这个地方 我觉得是不觉得自豪吗 前五星期爱国挑战 中国当地酒店没挂国旗被抓包惨了 你在哪个土地下生活自己不知道 要么就赶紧给他加 是不是 你没有他你得有中国国旗 自己爱国之心没有 继中国网红大闹巴黎长中酒店 强力要求怪五星期事件后 竟然掀起爱国挑战 就连在中国当地的酒店也遭殃 同一网红伯伯近日到河北市家 庄系列顿酒店巡查 抓到酒店还挂着欧洲被参赛国的国旗 没有中国国旗 我觉得不应该啊 这个会叫万国旗 现在就现 好 我这么严肃的事 你们还能整这处 无论什么时候 你有一颗爱国的心吗 这是一个 我觉得这是一个挺严肃的事 真的 要不你就现在挂上面 我先去坐这儿等着 没事了吧 没事 多挂点咱们国家的东西 是不是 你祖国那么强大 生活在这个地方 我觉得是 不觉得自豪吗 很自豪啊 选择的时候谨慎一点 先把自己国家 我们自己值得炫耀的东西 交到东西挂上去 再考虑其他的东西 没问题 呼呼呼挂一堆国外东西 我们自己国家家里东西 那么好 啥想不整 不忘了咋 咋想 不分中国网友觉得莫名其妙 被这种货色搞得 一点都骄傲 自豪不起来 真当自己试根冲 闲得冲去俄罗斯 雅 不遥 不忍不费 你 感谢观看